來往青馬大橋附近一帶公路交通嚴重劑室 有司機更加下車休息 有消息指出有等船撞向吸水門大橋斷了兩條降鎖 令到大橋警報響起 青馬大橋一度要全面封閉以便緊急檢查 來往青馬大橋清如降線交通大受影響 港鐵表示星期57點多收到通知港鐵不能夠經吸水門大橋 令到行車時間增加 到8點多大橋的行車線也封閉受事故影響 來往青魚降線和機場的鐵路服務一度暫停 到晚上10點前逐步恢復正常 我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